这忙活了大半天 终于又到了吃饭的时间 我可要好好地进步一下 进步 你以为会有猪牛羊还是鸡鸭鹅 今天吃的还不是咸菜白面 或者豆干萝卜 就是啊 别的局里姐妹们 都有四十鲜果鱼肉可吃 哪像我们啊 就是啊 可不是嘛 也许 他们就是怕我们吃得太好 把身子养胖了 干几活来就不够勤快了嘛 你们别顾着干嚼舌头了 我肚子都快饿扁了 快去吃饭吧 走了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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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饿过了头 眼睛花了吧 奇怪 今天又不是三结两寿 怎么菜肴这么丰富啊 别说了别说了 咱们快坐下吃吧 好辣 怎么样 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啊 嗯 好吃 我明白了 原来是有人 从中做了一番手脚啊 没错 我的确是跟黄公公 脱过人情 原来如此啊 看来是有人 在向我们讨好卖乖 以为这些小恩小惠 我们就会感谢他 姐妹们 你们可不要上当受骗啊 这可叫我们有点领受不起了 我忽然觉得肚子疼 先不吃了 我也疼 是啊 你们别走啊 这是我精心调配的菜 不是会饿坏肚子的 好 小凡 你从少狱局回来了 快来帮我看看 这批是父皇刚赐给我的公司 手工如何 挺好的 你怎么了 莫不是上一局的差事太多 把你累成了这副样子 差事还好 就是嫌弃难受 难道是 于尚仪给你嫌弃瘦了 跟我说说 看我能帮你些什么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只是 他们始终把我当外人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你跟他们本来就不熟嘛 听说那个于尚仪 好像很难套交情的 他是一个性情偏激的人 依我看 他之所以处处针对于你 恐怕是顾忌着 你得到了父皇提拔 生怕你终有一天 会威胁他的地位 如果他真有这样的想法 就算我再怎么示好 再怎么忍让 他都不会接受我的 可不是吗 小福姐来了 等一下再跟你们说啊 等一下 小福姐 你回来了 看你这个样子 一定累坏了吧 我烧了水 洗个澡吧 你这丫头 没事献什么隐情啊 姐姐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 今儿一向对您都是尊敬有加 情同姐妹的嘛 我真的好佩服你 你说这话也不知道害臊啊 是不是有求于我啊 说吧 姐姐是这样子的 我知道小凡姐 被调到尚仪局当私悦 君儿呢 只是想让小福姐 在小凡姐面前 听我美言几句 也把我调到尚仪局去啊 当初我被派到贵妃娘娘那儿的时候 你不也是摆这种肉麻的嘴脸 来面对我妈 之后我被派到太子府 你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怎么现在有求于我姐姐 才想起我来啊 怎么了 孟夫 人情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你有何苦把这话说到这份上 有这个必要吗 对你这个墙头草 就有这个必要 想让我帮你说情是吧 你别做梦了 好 这个臭鸭子 你现在所抱的这个主子 只剩黄姑娘娘一个不高兴 算是就可以被废掉 主子上旗如此 你凭什么剩麒麟人啊 我就是剩麒麟人 你别打我 你别打我 别打我 你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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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你 我该别闻 全都够住手 我们的命只能牢牢依附在主子们那边 身上 主子一天不得适 我们又怎么会有熬出头来的一天 除非 你能扭转前空 让不成气候的主子成大气 手握大权 无理如何 我一定要扭转前空 我会和你一天 追到了 你还要去 起奏皇上 护不进奏 前次开库赈栽 国库已左右之处 近來為仇措金城公主 和親吐蕃的義營開支 更是所費不菲 臣以為要解國庫燃眉之骨 唯有家征復稅 家征復稅 此事關乎民生大計事關重大 務必要慎重考 仲卿家有何高見 是誰 這不是它 是誰 啟臟父皇 兒臣認為父皇登記味景 此時亦廣誓恩責 步於天下 青瑤伯父 與民休息 以彰顯父皇的聖亡人質 此際千萬不能貿然加重賦稅 增加百姓的負擔 怕會引得百姓們怨聲載刀 那么 不加赋税 太子 你有何妙策 你继目前国库窘急啊 这 儿臣 尚未想到对影之策 无论如何 千万不能加重赋税 儿臣相信 再给儿臣些时间 绝对有可行之法 太子既然认为如此 那 就把这个重任交给太子吧 皇儿啊 既要不加赋税 又要让国库得到收入 全看你的了 幕后请放心 儿臣定当不辱使命 怎么样 我这招高明吧 高明 高明啊 那小子一定急得想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乱转啊 谁让这小子不知好歹 揪由自取的 在满朝文武面前 大言不惭 说什么不加赋税 也能增加酷收 如果到时候她交不出来 看我怎么治她的罪 我看她呀 她也只能加征赴税 增加了税收 必大事迷心 到那时候 百姓怨声再到 我们就把责任 全部推到她身上了 这样一来 王后想废的一事 那岂不是轻而易举呀 哎呀 话虽如此 可是这小子跟太平公主 连成一档 跟向王父子 也是颇有一定的感情啊 要真想废掉她 还真得费一番功夫啊 各位清家 本太子此次找你们前来 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一事 想与各位商议一番 回殿下 其实自古以来 国库支援 均离不开以开征地方 各类赴税为主 诸如填税 护税 关税 掩铁 嗜阙之税 杂税等等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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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增加赴税之外 难道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殿下 这别的办法当然不是没有 大都是缓不济急 而且纵有所得 一直如杯水车薪哪 依你所言 这次岂不是本太子自讨苦吃 自找麻烦是吗 这 知命者不利乎微强之下 殿下明知皇后娘娘心存挑衅 仍然临危受命 虽然有些轻率 不过还是值得一赞哪 即使殿下 大可效法太平公主 后退一步 忍耐三分 就不会有如此烦恼 好了 好了 讲了半天什么结果都没讲出来 都下去 臣等报告会 太子殿下哀声叹气的也无济于事啊 不如心平气和的这样子才能从长计议 国苦空虚 此乃国家大事 那些大臣各个只知道明哲保身 竟然还说我是多管贤士 贤士 这是贤士吗 他们全都是太平公主身边的愚昧之臣 怎么可能真心真意地 为太子殿下出主意呢 其实 以殿下才智 就算没有他们 也可以成事 所以殿下千万不要放弃 你说得有道理 我绝对不会放弃 可目前最大的难关 是要想办法增加国库的收入 先父从前是个武功 他曾经为不少客死一乡的突厥商人 入殓 安葬 直到他们一向 以牲畜 换取大唐的步驳卷赠等物 带回突厥图利呢 你说得不无道理 可近年来 我两国交战连连 这边公护士早已断绝许久 战争对许多人来说 也许是场灾难 但是对很多商人来说 可是大好的机会 你的意思是 既然护士断绝 我国商人 肯定会囤积不少的货物 如果此刻低价大量购入的话 到时候护士重开 退兵停战 那么 殿下不就可以大大的赚一笔 充实国库了吗 可是突厥和我打掏 何时会修兵 这没人说得准呢 难道殿下忘了 金城公主和亲之事 脱绝连动吐蕃 犯我大逃 倘若我与吐蕃和亲之事成行 吐蕃自会退兵 如此一来 脱绝无法孤军进宫 他们不得不修兵 这么做 既能够增加国库的收入 又不用增加赴税 好 这个办法好啊 朕有你的 王府 谢谢你 这件事如果真行 就不用增加福水了 这种拜训 是一件天得的好事 这个办法确实可行 确实可行 殿下英明 此计果然大妙 不过 此计是否能够成功 关键还要取决于时机 如买进步驳卷赠之后 朝廷就议定公布 金城公主和亲吐蕃的日子 事情必如殿下所愿 可是此事迟迟不能坐实 突厥玉大唐战事不休 买卖不成 到时可要吃大亏了 自从公主答应和亲 为之何故 延至今天 大婚之遥遥无期 这真是一大难题 龙金 你可否去打探一下 大婚之期定在何时 殿下请放心 我会尽力而为的 不过 此事变数甚多 如果时机不对 犹如自掘坟墓 自寻死路 所以 殿下 您还是要多加解释 要知道 皇后娘娘 我当然知道 皇后娘娘 是故意要把这个烫熟的山里丢给我 存心让我难看 可这事关重大 是光顾百姓的生计 我怎能置之不理呢 如今 崇峻早已欺赏狐媚 毫无退了 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努力 尽其人事 听喜天命了 说得好 说得好 各位乐师辛苦了 不如先休息一下 用点茶吧 好 多谢 客气了 孟思月 自从你到任之后 教坊里不论司主管弦 都比往日打理得井井有条 好 因为这个 我们每天都练得非常来劲 是啊 这算什么呀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喝好了没 这 这 你们千万别见惯 都怪我不喝 平时把那帮丫头宠坏了 孟思月 那我们先告辞了 告辞 告辞 诸位乐师慢走 孟凡 尚仪大人 这些日子以来 我冷眼旁观 已经观察了你很久 你知道吗 孟凡知道 那我问你 我到底察觉了一些什么 我察觉到的是 你甘蔗儿 完全格格不入 既然如此 我认为 你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 自己到底适不适合 留在这里 尚仪大人还是认为 孟凡不能胜任 思月这个职位吗 不错 可是 孟凡却不这么认为 刚才那些 你这个不知羞的丫头 只不过是几句 好听的话 你就沾沾自喜 自高自大起来了吗 你给我好好听清楚了 这里的宫女 谁也不服你 这足以证明 尚仪大人怎么了 是不是哮喘病又发作了 尚仪大人怎么样 怎么样 好些了没 些了 对了 孟凡知道一个 可以知哮喘的药膳方子 那是一道灵芝粥的方子 那用灵芝 羹米 核桃粉 加水煮开之后呢 再用纹火熬愁 服用之后啊 可以知哮喘 还可以补肺肾 不如以后 孟凡就给您试试 这道药膳方子 好 谢了 小凡姐 煮好了没有啊 快点啊 小凡姐 你快点啊 快了 差不多了 小凡姐 快点吧 冯尚师没多久 就会来巡查了 要是她发现 你用过厨房 我知道了 对了 你们帮我一下 盐在哪儿啊 盐在那儿呢 我去帮她看点啊 小凡姐 你怎么把盐 给撒了呀 一会儿你帮我弄啊 小凡姐 你怎么放这么多盐啊 多放点盐才够入味嘛 这 我回去了 你们清理一下 上师大人 怎么回事 是 刚才上一局的孟凡 来借用过厨房 你也有掺和的份 她借厨房干吗 说是做一份灵芝粥 孝敬于上瘾 灵芝粥 这丫头一定知道 灵芝粥对哮喘病人 有一定的功效 算她一片苦心 这个是刚才孟凡煮舟的时候 不小心把烟灌打翻了 你说孟凡煮往舟里放的盐 是啊 放了多少 放了 放了 放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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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哎呦 快收拾 快收拾 怎么回事啊 小鱼 不知道啊 尚仪大人 粥煮好了 来 这就是你煮的灵芝粥啊 果然有灵芝的香气 快点趁人喝吧 等等 这咒吃不得 冯尚使 什么风竟然把你给吹过来了 这么多年未见 你这臭脾气似乎一点没改 对 我可不像你那么投机钻影 自然也不仅你在宫中 那么吃得开 你到这里来 到底是为什么 我来 是来看看你 到底病死了没有 那真要谢谢你的关心 放心 我还没病死 今天是还没死 我看哪 你也离死不远了 你 张仪大人 你生就是要死 我也求老天爷保佑我 比你多活几年才死 瞧你这副臭德行 就算你多活几年 他招你的坟头钱 还是连一个烧香 祭奠你的人都没有 神明 你 你这个 是口毒蛇的 恶夫 尚仪大人 不好了 尚仪大人的绣传兵又发作了 尚仪大人 别激动 别激动 不好了 怎么样 好些了没 好些了 明知道自己有这个臭毛病 也不改改那副臭脾气 真是活该 你不要以为这样 我就会领你的情感激你 谁稀罕你的感激 刚刚才缓过一口气来 就说这么多话 你还是省点力气吧 闭上你那张臭嘴 你 你 我骗不听你的 你能把我怎样 别激动啊 别生气 还有你 说到这里 我还没有教训你 你可知道患上消蠢病 是不宜吃太多盐的 否则会加重必轻 奴婢之罪 奴婢不知道 原来如此 幸好冯尚师及时赶过来 救了尚仪大人 救了奴婢 奴婢敢进不进 姑姑笑什么 想不到你使的这一招还真是厉害 居然轻描淡写的 就让冯尚时和于尚仪兵释前写 姑姑你说什么呀 我怎么听不懂啊 不过你姑姑我也不是省油的灯 我老早就看出这里面有古怪 我知道你是费了不少功夫 才找来这个药膳方子 又怎会连吃盐太多 对哮喘不利 也不知道 姑姑 你这才叫做厉害呢 没错 其实呢 这都是孟凡的安排 故意让冯尚师 发现于尚仪有危险 所以 能情不自禁地去救她 只是这一招未免也险了些吧 你又怎知道 冯尚时定然会赶过来阻止呢 那一次我亲眼所见 她看到小鱼跟丹华 二人之间互相维护 所以就存心放过二人 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闹得那么僵 只要是他们双方 都没有找到一次机会 我只不过给他们创造了这个机会而已 从今往后啊 你在尚仪局的日子 也会好起来的 但愿如此 我还真的希望好过一点 这样的话就可以轻松一些了 皇上 今来山东几个州府连发旱灾 饿死病死的百姓总计数千 看来朝廷又要赈灾了 国库空虚如何赈灾 皇儿 充斥国库一时进展的如何 启禀父皇 此事已在进行当中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方能见效 还请父皇安心等候 真的吗 皇儿啊 安心等候 你要知道多等一天 这山东河北的老百姓 要多死多少啊 如果你没有办法就说出来吧 我想 在朝的文武百官 是不会怪罪于你的 到时候要是灾情扩大 无计可施 那我和你父皇 就没有办法维护你了 是吧 皇上 皇后所言极是 母后请放心 崇峻要是不能顺利完成此事 崇峻愿去太子之位 太子 太俗了 太俗了 不如这样的儿子 昊儿 你这又是何苦啊 皇上 我想这次太子 一定是有十足的把握 你不用太担心了 皇儿啊 难为你有这番苦心了 那 就放手给你了 大胆地去办吧 皇上 天灾连连 似非福兆 金城公主和亲一事 不如及早操办 冲一下喜 或许可以化力气为祥和 未尝不可 此事一来可以与民同乐 百姓不必终日愁眉苦脸 而来可以与土伯化干戈文玉伯 好 两全其美 敢问皇上 打算什么时候让公主出戈 皇上 金城公主远嫁吐蕃 这件事情十分重大呀 里面的相关事宜 渐渐都和我们大唐的国体有关 半点都马过不得呀 再说 公主远嫁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再相聚 对 试问皇上 你难道 就舍得 所以 公主大婚之期 本宫决定 到后年的春天在意 真要这么久吗 皇后 那为什么要那么急呢 还有 为山九人 功浟一轨 胜负之事尚未可知 太子殿下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三年 只能忘记 三年之后 这些布博斯眷 就像知惨粉退的女人一样 无人问津了 你说 我们还有机会挽回吗 太子博士说过 你已经骑上了虎辈 没有退路了 只能近期人事 听其天命吗 龙姬不也说过 若是真的时机不对 犹如自掘坟墓 自寻死路一样 韦后正笑着 等着为我收尸呢 不到最后一刻 一切胜负还未可料定啊 恐怕已经是最后一刻了 此言尚早 要不赌一把 赌什么 一个蛮刀 虽然这次 你我已经把所有家财 全押在这里 但我相信 就算全亏了 我想一个馒头 你还是给得起我的 看吧 太子殿下 不还是挺有私心的吗 只要信心不失 我看我们俩 总还是有机会的 殿下 别再喝了 你就让我喝个痛快 喝到醉似好了 你说啊 你说啊 我现在除了借酒消愁 还能做什么 无论如何 天无绝人之路嘛 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奴婢实在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先喝一口 还能做什么 你还能做什么 你还不得了 你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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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等着你去处理 你怎么可以因为这些小事 而被击垮呢 傅儿 你错了 这一次 我要是输了 就得陪伤我的太子之位 我就一切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叫我怎么振作 你叫我怎么不羞承 寅了 阴夜无月 水面无波 不知郡王爷看到的是什么 银夜无月 是因为乌云遮云 水面无波 世子是暗波汹涌 看来君王爷有心事难绝 殿下 你就当福儿求你了 你听我说好不好 姐你知道 前面已经没有退路了 那就应该把所有的勇气 还有信心 拿出来做最后的一搏 我实在不想听你 再说一些丧气的话 我只希望你可以 试着在心中 一遍一遍地说 为了你自己 为了列祖列宗 为了大唐江山 还有苍生百姓 又或者 为了福儿 你绝对不能 就这样倒下来 为了我自己 为了列祖列宗 为了列宗 为了大唐江山 为了苍生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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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为了福儿 对 就是这样 原来如此 这件事情 听起来的确有点棘手 此事不但关乎 太子地位的安危 更关乎大唐今好的国员 你家文王 怎能不为此心急如焚 坐立不安 不顾奴婢 看郡王爷的样子 全然不孝心急如焚 坐立不安吗 眼下太子已经是备受打击 如果本王也显得手足无措 那可真是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不过无论本王如何从容 如今身陷困境 也是不正的事实 郡王爷与奴婢 初次见面的时候 表现出 那种让人蛰伏的冲天志气 以及跋山气魄又去了哪里 也许是离开这里 休养生气去了 郡王爷 你还真能开玩笑 那也不至于无药可救啊 郡王爷薄削多才 应该知道 穷则思变 变则通的道理 凡人之情 穷则思变 若然只知固守异渝 不知其余 又怎能稳操胜券呢 你的意思是 有变化就有机会 一线生机 往往就藏匿在 变局当中 穷则思变 变则通 既然此路不通 那围巾之计 就是绕道而行 绕道而行 与其守住待兔 不如争取主动 我们一定要尽快 把那些不薄卷增 给卖出去 不管是卖到突厥 还是西域 只要货物有价 何愁卖不掉呢 虽然不保证 能赚到大钱 但是 可以保住本钱啊 可不可以 与其守住待兔 不如争取主动 尽快把那些 不薄卷增 全都卖掉 不管是卖到突厥 还是西域 只要护物有价 就不愁卖不掉 虽然说 不可以大赚一笔 但至少 可以保住本钱 殿下 你已经想好了 把这些货物送到哪儿了 我已经决定了 与其坐以待毙 倒入孤注一掷 虽然现在我大唐 与突厥正在交战 可突厥的民间 还是非常需要 这批部国倦赠 更何况 与我们交战的 只是东突厥 所以我打算 把这批货 亲自押送到西突厥去 这样的话 就可以解决 我们的燃眉之急 果然 看来我与太子殿下 英雄所见略同 是吗 你也打算把货送到西突厥 不过殿下 我打算去的地方 是吐蕃 吐蕃 吐蕃 西突厥与我并未交战 要把货物送到哪儿 还不算太危险 可吐蕃与我现在 正在兵荣相见 你这么做 岂不是明知山游 偏向古山行吗 有道是 只知死地而后生 吐蕃虽然 正在与我大唐交战 可其实在他的境内 各部族之间互相角力 所以吐蕃赞铺 才会前使入唐请婚 其目的是想 救大唐之力 攻攻其自身的势力 可如今母后 已把大婚之日定在三年之后 吐蕃岂会善罢甘休呢 正因如此 龙姬才要去吐蕃 吐蕃的物资 其实并不富饶 如今我为他们带来 如此大宗的买卖 既可以显示和亲的诚意 还可以充实吐蕃的物资 如此众多的物资 必然会让吐蕃赞铺 心心若狂 这对平夕 两国的干戈 实在是大有帮助 这样一来 突厥眼见吐蕃 与我大唐共结秦晋之好 一来可以逼得突厥 不得不对兵 二来 亦可解决我国库的燃眉之急 可谓是两全其美 好 这个办法好 龙姬 就这么办 走 殿下 我们先不必带货物 先把交易谈图 回来之后再把货物送去 也不值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其实此策 也并非是实权实美 万一吐蕃赞铺 当真对大婚之日 极悦不满 我们这样做 无疑是送羊入虎口 搞不好最后 是赔了夫人又扯兵啊 有道理 还是你想着周等 龙姬 龙姬 此行 你别去了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太子 太子位高认重 岂可 龙姬 此行 其实是暗藏风险 如今父皇昏庸 朝纲又被武三司 和母后二人把持 说实在的 我这太子之位 恐怕也坐不上了 你才是我大唐社长的 不可缺少之臣 我大唐 怎能同时失去你我二人 可是 别可是了 林子郡王 你有成行天下之志 万一此行 本太子遭遇不测 匡扶大唐之重任 就委托于你了 臣子当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绝不负殿下所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福 你在干什么呀 姐姐 我在为一个人祈祷 是谁 能有这么好的夫妻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